台大BTSN社 会有安全性的问题 被社团扶导员满否决了 因此呢 我们决定在现场呢 向各位同学 展示我们省府的实作 让各位同学来亲眼见证 我们社团活动的安全性 如果对我们这次的短奖 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可以向我们现场的同学 领取我们的传单 局限时盲省他的次非常的多 这些绑人的工具都是需要经过处理 比如说我们需要经过主绳 上油上蜡 反复的步骤才可以最后拿来 绑在人的身上 这样子才不会刮伤皮肤 好那再来先转过去一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手腕这个部分呢 我们是绑的比较松的 但他不会有在挣扎的时候 压迫到血管的可能性 那如果在进行掉伏的时候 我们会要求就是 两手的手腕必须这样子交叠 才不会压迫到动脉 另外在这个 上胸绳跟下胸绳的部分 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 不要压迫到中间这边 比较脆弱的地方 对 然后在这个 这个上一下胸绳的部分 我们也都不许经过顺绳这个步骤 让压力他比较可以平均分散 不会太过勒紧到人体里面 就是每个人都有他的自由嘛 你不能因为 因为其实蛮安全的 我会第一次被绑嘛 但是我觉得在 就跟那个好啊 他沟通的过程上 他就常 跟我说会不会太紧 会不会太松 其实都是一个 非常的 沟通过程 所以其实蛮安全的 谢谢 谢谢